和数列极限一样 我们函数也是按照定义性质运算 那么接下来就该开始举它相应的例子了 那么举例子之前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函数极限运算的时候 我们给出了四个定式 也就是说我们用数列极限定义 证明了几类比较特殊的数列极限 它们多数都是0或者是1 而到函数这里 因为函数种类非常多 那么只给那么几类 显然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们出手也是比较大气的 我们给出了一大类函数极限计算的方法 就是对于基本出段函数 如果它在x0.0内有定义 我们直接就可以往里带这个x0 这是第一个 我们这样一想的话 基本出段函数这里面的种类就比较多了 像长指函数 三角函数 密函数 指上函数 对上函数 反三角函数 等等都是在这里边的 好 如果只有基本出段函数的话 那显然也不够多 所以我们又把它扩展 扩展到第二条性质 当它是出段函数的时候 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因为你基本出段函数 经过有限多次 四次运算和复合 得到的就是出段函数 我们再用一下 前面的四次运算 以及复合函数的定理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了 那么这个结论显然 范围就非常广了 那随便我们给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 x趋近1 1的x4 弹1的x 那很简单 你直接把这个 1带进去就行了 结果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们虽然看 只是两个简单的性质 但是解决了很大一批问题 很多极限 我们就都会算了 那它用的方法呢 有一些其实和数列是类似的 比如我们看例二 大家可能会感觉似曾相识 原来我们算的是 n趋近五重大的双 那么三方加1 闭上这个 五分方加2加3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上下同处五重大因子 这时候就除为x方了 除为x方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3加上0 5加0加0 极限值就是五分之三 那么这个用的方法呢 和数列完全一样 类似的 像这种x趋近正硬 根号x加1 减根号x减1 你也可以用 分子有理化的办法 然后得出这个结果呢 其实最终 就是等于两个了 也就是说我们数列 介绍的一些 求极限的方法 在这里同样适用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增加了 这样两条性质 那么更多更难 更复杂的极限 我们将在后面的课程 继续给大家介绍 感谢观看